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股市迎接感恩节 科技股重拾上涨动能 不过台股11月份已经涨了超过1400多点了 今天出现比较明显的休息 尤其外资期限或同步的翻脸 资金派对暂时歇息了吗 台股今天开小沟之后就震荡走弱 指数由红翻黑 尤其IC设计出现涨多修正的迹象 AI股也受到辉答蓄电影响同步走弱 但是护国神山群换谁撑盘 换联电来撑盘了 联电入列00878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有没有机会跟着投信买上去准备起涨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佑明 老师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伟伟伟老师好 明君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尚伟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11月份台股急拉1400点之后 休息是有理由的合理的吗 美国股市继续的上涨 但外资为什么期限或同步对台股翻脸呢 在担心什么样的情况 但豪家在了护国神山轮流演出 台肌店今天熄火但尾盘小拉台 当时联电就很稳喔 联电跟成熟制成的世界先进一起入列了00878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这代表投信一定要买它 那我们跟着投信买上去有没有机会呢 另外回答公告后 熄火啦 微软超微却继续涨 那AI概念股的反摊还有没有力量 请问老肖老师 手机回温来真的 因为IC设计龙头联发科今天早上还创了短高 走势没有要往下掉的迹象 那IC设计小弟还有得抽吗 另外光学股的反攻大场面是不是来了 郁金光我们昨天提到 这个被大力光告 昨天开低走高拉红K 今天更猛不畏战占回了400块钱价位 这光学股的行情谁还有机会接棒攻击 我们请问伟群老师 好台北股市涨多压回 那你找集团股当避风港最稳吗 现在在拼年底的作战行情 我们怎么挑找第四季很有可能出现的业绩黑马最安全 而消费IC看起来很有希望 消费IC剩谁没涨的放眼望去 找到了华兴丽华集团的MCU厂新唐 刚过警线法人也捧场买 怎么样来观察后事呢 追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 舍定五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今天呈现一个 创高之后少做拉回的形态 大盘今天开小高之后没有多久就翻黑在盘下 今天几乎全场都在盘下震荡 但好家在尾盘跌幅收敛 今天台北股市在11月份击涨之后 是小幅度的压回 时下跌的15点收在17294 成交量是2821亿元 你不要看跌得很少 其实涨多的IC设计股今天杀得很重 甚至有人震荡幅度超过了一根停板 怎么样来关注呢 可能现在你追强势的IC设计股 要小心 还是好低接的比较安全 那今天台积电拉尾盘 那稳住了盘市 连电的部分呢 市录列00878 今天股价呢 一整场都非常的强势 那我想问老夏老师 我记得你有讲过 大盘要攻高的话 这护国神山群要轮流的给力 今天你涨明天换我涨大家轮流休息点火 联发哥今天创高之后做压回 台积电也是在平凡附近震荡 可是没有想到联电跳出来表态了 联电这个部分居然入列了00878 高股息成分股 代表大家认为真的太委屈了啦 可能呢 这未来的前景也有机会向上 那我想问呢 既然入列了这高股息成分概念股 代表投信一定要买嘛 如果投信买的话 我们跟着买可不可以呢 整体上我们的看法呢 当然呢 包括在这个月 那国际金融市场针对我们台股的联电 那出去最新的一个看法 那稍待跟大家分享 那刚刚明君特别提到呢 今天呢 加权指数从开盘之后 都压在盘下 那整体上这是一个很标准的防守格局 面对这个防守 好 我们主要是看17285点 这是叫今天的周循环 就未来这一周号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右侧 右侧你所看到是加权股价指数过去 这里是三周 这里是三周 所以总共是六个礼拜 这个过程总共是六周 那你说那你要叫我看什么 这里涨了1400点对不对 不对 我的看法就在于我们去回顾 好 过去这三个礼拜 台股涨了1400点 当然你只要有参与的 我们认为呢 一定都会有不错的一些绩效跟收益 那关键不是看这三个礼拜 应该是往前推 推什么呢 10月份这三周的一个下跌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十月份 过去那三周的下跌 你所筛选的股票都比人家强 那你这三周可能是好上下好 所以也就是说 未来这一周强弱关键在 1万7285点 就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我守住周循环再涨一周 另外一种我评不住 那评不住要怎么 不排除就做一个短修正 这个短修正 你一样就要去找会涨的股票 所以稍待帮大家做追踪 我们很快速先看一下 这是今天一大早 美股主要标题就是三个叫做感恩节 就全部都在讲感恩节 感恩节是今天晚上会休市一天 可是关键不是今天而是明天 明天呢 明天晚上美股会提前收市 就是美东时间一点就先休息 那休息的关键就在于 Black Friday叫做 疯狂的采购新奇物来了 要让大家去买东西 所以市场这里才观望 在等什么 等礼拜五看美国疯狂 这些小阿兜他怎么做销售 这个销售额如果 非常的一个正向 那我们认为呢 接下来未来一周走势 就会厘清得很清楚 销售额正不正向 我记得老师有说 希望卖得比较不好 卖得不好的话 对股市来说是比较正向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看到 尽管美国今天因为感恩节休息天 不过在感恩节之前 其实四大指数的表现都不差 而且科技股也充实动能 出了回答了 对 首先我们 各位请看这叫大七 就是说我们之前跟各位做简报就在 纳斯达克的七档最主要成分股 分别是从苹果 一个是苹果 亚马逊 Google 那Meta就是脸书 然后微软 回答一直到特斯拉 各位不要忘了 你比如说这七个股票 这七档个股占整个Nestate的一个权重 49% 所以这七间下跌 你也不要指望纳斯达克会跌 一定涨 因为它占比49个百分点 所以你说怎么看 不就看这七档股票吗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张字卡 那投资者商业日报 他在今天提到说 苹果的市值正式突破三兆 它是怎么突破三兆的 我们来看过去这一周 各位请看 一个月 这个是过去这一个月 苹果的股价走势 这一孤月它是不是这样走 这是苹果 我们再看亚马逊 过去一个月 这是Google 过去一个月 这是元宇宙脸书 过去一个月 这个是微软 然后回答 一直到特斯拉 这个是台股的联电 我们的看法呢 大七这里要加上UMC 为什么呢 未来一周 我认为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察指标 一定就紧盯联电 联电能够持续走强 我们认为呢 整周你就持续极度乐观 面对台股的变化 假设联电在未来一周 走势比较满山 当然这个几率很低的 那万一发生了 那你还是要提高警戒 OK 为什么我们来看下图 好 首先我们先看周循环的部分 李办事很重要 对 因为今天真的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未来几天 台北股市的变化 首先呢 今天绝对不去嘛 今天绝对不去 对 今天肯定不会涨 好 因为呢 9.06分 我们讲过 开盘量不理它 那交易量会往下挡 我们只要观察 每一分钟的变化 那正常情况 不会超过9.10分 它就直接告诉你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要往上走 或是往下做修正 OK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9.06分 单一分钟放出最大量 9.06分 这一根交易量 一直到收盘 它是最大量 所以就是一定是9.06 好 9.06发生在哪里 今天台北高市的最高点 叫做17343 9.06分报价17343 好 所以是不是回档 拉上来是不是来交代343 它没有沾上343 那你就知道今天就是不会涨了 对 那问题是不会涨 你的股票要会涨 我觉得这个来得重要了 那接下来你要去看 那请问周循环在哪里 我们讲过你不用等到收盘 你只要把已发生的最高跟最低 我们就先抓出来 OK 所以以这个时间点为例 我们往前看 最高点在343 最低点就17228 你不就已经知道 今天就是17285 好 一直到收盘前一秒 最后一盘还在 就刚好在285往下一点点 最终台积电往上一拉 台股硬是站上周循环 对 17294 OK 所以它在告诉你 接下来该怎么做观测 把最重要未来宇宙的指标股 一定是2303的连电 好 今天礼拜四看起来 这个走势的走向 还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正面的讯息 那要关注一下谁会涨 就算台北股市涨多回档 你还是要找到 比大弹强甚至逆势 会向上的标的 这更重要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联电 主要是因为 现在迎接2024的配息 找大家都往这个 高殖利率的个股来靠拢 就连法人也不意外 那联电近五年的平均殖利率 是4.9% 连续14年配息 联永是7.2% 连续22年配息 那这是第一金头顾 董事长陈毅光估计出来的 现金股立三大产业最大方 包含了半导体金融股 还有传产股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联电 这个股价有机会上上呢 主要是因为 国泰永续高股息 00878 它新增了三档的成分股 有联电 以及成熟制成的世界 还有传产股的统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国泰永续高股息 纳入 它这规模也蛮大的嘛 有没有可能 投信就是会开始 比较积极的买超它 那投资人有办法跟着投信买 买上去吗 那整体上不是只是一档 你现在看到的是国泰 那整个国泰投信机构 你就看有几档期间 包括投信跟投信之间 偶尔会交叉火网互相支援 所以我们认为呢 联电是未来 今年最后这一段期间 最主要的观察标的 那该怎么看 我们先看 这个月11月就是这个月 那国际金融市场 特别针对全球股市 抓了15档股票 这15档是什么 叫低本益比 就是PE ratio 就是本益比最低估的 并且成长性持续是看家的 那挑了15档 第一名叫Nokia 就是说第一个 它本益比太低了 然后获利能力最主要在于 它经过所谓的Wi-Fi的收入 是够的 所以认为股价是被低估 所以第一名推荐的是Nokia 第二名呢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的联电 第二名就联电 他所筛选出来的第二名 他直接告诉你联电 为什么 因为呢 他说这不合理 用联电的本益预估 本益比当道只剩7.4倍 好 那关键就来了 那请问7.4倍本益比的联电 到底是高还是低 是高位阶吗 还是低位阶 那当然是低位阶 你说为什么是低位阶呢 好 我们先看右侧 右侧是股价对不对 你说老肖你也帮帮忙 这里怎么会叫低位阶 这里当然是低位阶 因为不是这样子看位阶 我们看左侧 这是去年 这不是今年 这是去年当时呢 我们针对联电 股价的波动 做一个说明 各位我给他1 2 3 我画了三条平行线 上面这一条叫做 19倍本益比 理解 中间这一条叫 14倍本益比 那这个呢 是过去联电的股价走势 OK好 然后现在如果7.4倍在哪里 这条红色就是9倍 7.4倍不在这里 对啊 股价除以美股云云等于本益比 所以代表说 如果联电依照目前国际的评估 只剩7.4倍 它叫做 这个被严重低估了 就是说简直整体上 我认为呢 我们去观察大气 在过去这一个月走势这么强 所以台股为什么这么强 接下来你要找出 最有标的股票 最强的 最强的就是 一定要多数人赢 你不能去捐 多数人是输的 多数人赢 它代表这档个股叫积极多头 就是我在做攻坚 那什么时候它会转弱 股价跌不就转弱了 你就面对事实 因为股价本身是领先指标 我们很快速来看一下连电 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每一个价格 交易量 我们把它堆叠出来 它会长得这个样子 这里有一个集结 主要集结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集结 OK 然后问题是现在 是不是站在 这两个集结的上缘 这是标准的集结分数 代表说过去这一段期间 你只要手上是有连电的 你一定是赢了 你既然是一定是赢了 这代表它就是要带领台股 做一个奔腾攻坚的格局 所以未来呢 你说到底台北股市 这里有能不能守住17285 守住周旋环多 涨一周 能不能守住 当然就是看2303的连电 好连电 本应比只有7倍多 真的是严重被低估 如果搭配明年2024 有成长性的话 似乎现在买起来 这个位置还算蛮甜的 那连电墙的话 老师连家军的后市怎么关注呢 那各位请看 我们讲过 第一个你找会长的股票 会长的股票一定有一个条件 就是它的股价 必须是在集结区之上 集结区之下 那绝对不是叫多头 你说那不是多头 那不可能是多头 你如果一档个股 在集结区之下 什么叫集结区 过去这家公司 每一个价格买卖的堆叠 举例我们回到刚刚的连电 各位再回顾一下 如果今天的连电股价在这里 这如果有可能是多头 那这里是不是套牢 这里是不是套牢 如果连电股价在这里 它要往上涨 是不是要必须让 假设这里这个区块叫A 是必须让A的人解套 A的人解套完 再让B的人再解套 你才可能形成喷出嘛 所以现阶段 你要去找那种 在集结区之下的 那叫弱势反弹 反弹的股票你要提防 它会破底的 所以现阶段找会长的股票 条件一必须站上集结区 所以各位不管您 是不是我们好友 假设您不是的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AT 那连家军集团 我们是从7月份 从华泰开始 帮大家追踪到现在 7 8 9 10 11 已经五个月了 OK 你可以包括最新的 我们会持续 帮大家做更正 就是说有哪些个股 好 举例我们看到 以原项为例 那么你最简单的就是看得分 什么叫得分 举例 原项在11月15号4分 11月16号3分 然后上个礼拜五 第一天拿到5分 然后接下来 它每天都是5分的 那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 也就是说当它拿到5分 你应该站在买方 然后买进之后 股价当然会波动 但是只要它能维持5分 你不就续报吗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张表格 好 原项 原项 这边 原项在这里 OK 3 2 2 7 原项 好 来 是不是你看这整串都是5分 它只要持续是5分 代表它是强的 那紧接着来呢 在上个月以来 我们帮大家追踪 就是AI相关概念股 问题是AI相关概念股 你要它站上集结 还要一点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 那该怎么办 我们就转个弯 转个弯呢 好 这个就要观察KDJ 就观察这个J 这个J值 箭头只要往上的 它在告诉你 我现在正在涨 那只要正在涨的股价 你都不用走了 除非怎么样 它箭头往下 你就要小了 箭头往下 它告诉你 我现在正要跌 那这种个股 你就要警戒 你要小心 要提防 你说那该怎么看 我举例我们看一下 红海 好 2317的红海 红海的集结落在98到111 也就是说 你这里要看到红海正式上扬 它的股价 务必要占上111 你如果站不上111 你就不要指望它会长 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你上不了111 你怎么来112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永远看不到111 怎么有可能会有112 所以你没有上集结 我觉得你就适度做过 问题是你说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好 你就看这个J 我们就看J 我们看一下红海 所谓的J 它就是0到100 上下来回波动 但是它会突破100 也会贯穿0 你不用理它 好 这个J只要往下走 你要站在脉方 你要赶快跑 J往上 那你就乐观 你不用担心 它一定会回来50 你都会吗 会 好 我说我们来看 好 来 各位请看 这个是不是叫红海 这是红海的日K线图 我们先从左侧来看 红海是不是从高点 一路往下跌 跌到大家也不知道 它到底在跌什么意思 对不对 反正它就一直跌 一直跌 然后这个J只不就 一直往下走吗 是 一直走到 这支 长黑这支 你有看到这支长黑吗 有 那天 这都是小黑K 对 小黑K 这根是长黑 一根带亮长黑之后 就出现反转 OK 问题是我们如果从J去观察 这一根的J是负7 被贯穿0 这里叫0 这里叫20 这里叫50 好 我们来看 这天负7 接下来呢 这一天 J从负7变成负6 然后这个箭头就开始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往上一直到J 已经来到40 所以这条J一定会回到50 它一定会到50 到50之后你可以配合 配合比方说趋势指标 做交叉观察 假设趋势指标也是正的 那代表你的股票是OK的 如果反它转弱 那你就要提防 好 感谢老肖老师 今天针对包含了这个相关的 联电所带起的联家军的行情 来做的观察 可我们可以用集结区 来做这个选股之外呢 针对AI概念股 因为回答的财报不好 这两天稍微的涨湿熄火 不过依然有反攻的机会 观察这个KDJ的这一直 向上就有反弹的力道 大家怎么样跟老师老师 来联系跟索取资料呢 可以参考我们荧幕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老师来这个 加个LINE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提出老师有空 会在LINE里面 跟同学做回复 还有分享咯 我要聊一下这个手机回温 来真的 iPhone三星大PK 那最乐的是谁 但是做手机晶片的联发科咯 IC设计联发科 今天还创高不坠 那IC设计小弟 今天震荡很大 那还有谁有机会向上冲呢 请问韦群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手机回温 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几一段时间了 真的看到越来越明确的迹象 因为我们看联发科的走势就知道了 现在包含了博通高通联发科 英特尔都巨头拼了 要来供Wi-Fi7 那联发科的手机网通晶片呢 11月是连番的推出 那推出了也有推出两款的Wi-Fi7的旗舰晶片 而三星部分呢 为了不想让Apple呢 抢光风采要到美国的圣河西办发表会 三星S24抢Wi-Fi7的头张 或是第一支的Wi-Fi7手机 2024年就会登场了 那苹果呢也要抢Wi-Fi7 明年最新的iPhone16就会搭载 社会族有稳貌 全新红杰克跟利基 那大摩也说 现在是买进手机股的时刻到了 包含了台积电 大力光 玉金光 台达电 都给予优于大盘的平等 不过最近比较震荡的是挥达概念股 但是呢外资依然不看淡 包含瑞银 高盛小摩都认为 挥达概念股依然有避风港 特殊应用晶片视星为影 是比较有利的 大家还是可以做琢磨跟留意 好我们讲到手机晶片 除了这个看到库存区画慢慢回温之外 也要往新规格来靠拢 那就是Wi-Fi7 那Wi-Fi7的部分呢 各家的手机晶片大厂都有在琢磨 老师怎么观察 我们先从联发科来看好了 哇 联发科真的厉害 直到今天股价盘中还创下新高 但是很多相关的这个IC设计 主群近期飙得很凶的 今天走势震荡就非常剧烈了 怎么样来做观察 如果最近想要介入IC设计的人 要怎么样操作会比较安全 而且比较不会让荷包受伤 好的 我想其实今天盘中 就虽然小跌了 但是很多的股票冲高之后 就开始杀了 很多 而且杀得很凶 尤其近期涨比较多的IC设计 就像说昨天有同学说 他要去买巨友科 我心里就OS 827巨友科 今天就杀下来 因为我对他不熟 他虽然也是IP厂商 但是我对他不熟 对 但我就不太敢做 因为毕竟来说也是涨很多 我们再把时间拉长一点 再拉长一点 你看他这一波从去年的49块 涨到286块 那已经涨了几倍 对不对 40几块涨到快300块 涨了快对不对 5 6倍吧 4 8 8 8倍左右 所以真的有时候不要乱追高 我常常讲说怎么样不会受伤 就是买低档的 未来会好的 它会有新的应用的 对不对 你去追墙每天都变来变去不对 你看2388的威胜 我说我7 2388 对 我那时候70几块80几块 我都在同学会介绍给各位 我说四星创意很贵你买不下去 威胜 威胜也有去美化 对不对 那时候7 80块很便宜 现在涨到179 你怎么追得下去本益比那么高 如果万一你追完了又停损 我说舍不得停损要套多久 因为毕竟它的获利还没跟上来 现在市场就是筹码站 有些股票就筹码站轄空 想象空间 对不对 因为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财报的空窗期 又有选举行情 但是我们还是说 真的实实在在的 就像说 对 手机绝对是 库存打得差不多了 对 之前我们跟各位同学报告过 对不对 联发科先上来 那你看很多IC设计 你看敦泰获利也普普的 但是你看也是反弹 对不对 联勇稳稳的 也是做反弹 这波比较强的就身家 6732的身家 有没有 6732 谢谢 6732的身家 有没有 这波它比较强 但是近期也整理了 对不对 你说玉太也是先创高了 6679的玉太 6679 对 联发科入主的 有没有 它其实已经先创高了 对不对 你看投信都买在这里 对 投信都买在这里 没什么卖 对 它当然未来还有新的运用 就是说在整个一个蓝牙的麦克风 它可能要用到车用的部分 所以每一家公司做的不一样 所以法人有些是看未来的 但是我们就现实就是找低档 就像这几天 我们跟各位同学报告的 对不对 你说像世新3661的世新 IP厂商 当然还看好 MSCI也纳入 我觉得它还是会有高点 但是肉不多了 就像说3443的创意也是一样 3443 对 最近 这边上面都会有压力 我想去年从三四百块 我们都一路的介绍 介绍给各位同学 真的涨到两千块 我说这边 你就可以设停利了 对 跌下来 这边当然会反弹 但是上去的肉少 因为本益比也比较高 我说最近就是3035的致源 3035 致源当然 这边来说 以明年的本益比来看 有十几块的获利的空间 本益比来看就是不贵 对不对 这边你说进可供退可守 那天创高的时候 我也说短线上又有隔日冲 我们先调节一些 对 这两天 这几天回来 反而就要找机会了 这几天反而找机会 不会 因为它是实在有本值 你有实在的获利 你如果明年预估有十几块 那我本益比给它二三十倍 你现在也不贵吧 对不对 你如果说卫生 今年赚零点几块 你明年可以赚几块 现在大家还估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看说 它的获利 未来的获利 甚至这几天我说达发 6526 6526 联发科小金基 卫生第二嘛 对不对 6526 你看这几天为什么那么凶 它就Wi-Fi 7嘛 就是Wi-Fi 7嘛 就是Wi-Fi 7嘛 有没有 我说真的啦 你比别人 先看到未来的东西 对 先看到未来的东西 你看联发科为什么 做了六年 对不对 要扶持达发 而且它筹码又稳定 你看今天 整理一下 尾盘又拉起来 代表还是有人在吃货 所以这边就是有些股票 我们涨多的 你不熟的 或者获利真的没那么好 就不要乱追嘛 不要受伤 但是还在低档的 未来可能有新的应用 那又有父爸爸加持 甚至他的竞争能力很强 对不对 那反而还是继续做嘛 就像说你说像 我常讲的 对不对 你说像这些像驱动IC 驱动IC就是它比较便宜嘛 驱动IC比较便宜 有时候我说真的高档的时候 你就先卖 我记得去年应该 莲勇 敦泰 天狱 我都请各位同学卖在高点 对 对不对 现在说他们开始 需求起来了 但是是反弹 所以每一家公司做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要给它本益比也不一样 那真的 操作的时候就是要看说 产业竞争力 很重要就是产业竞争力 对不对 因为毕竟法人他们会给 比较强的公司 对不对 比较新的公司 给它比较高的本益比 有时候你买在底部 其实说实在的 对不对 譬如说你说散热里面 你就听我的话 3324的双喉 3324 对不对 今天就算拉回 你随便卖也是赢吧 对不对 那怎么样都创历史新高 对吧 你也不用追来追去 换来换去 对不对 你看那6125的广运 6125 可是说他们不好 就是说 这些都是获利还没那么好 你看拉长 在拉长对着这样子 你看前一波也是大家 很疯啊 二十几块早上一百块 很多人追在这边 追在这边 现在呢 等解套 对不对 你说真正的实在的 好多公司就是 双红 齐红 对不对 甚至3483的励志 3483 这边来聊一下了 老师这三天的几长 今天这跟黑K 怎么看 我是觉得 因为毕竟 最近也是涨多的 对 涨多 有一点点 对 他们就是 各有利基 当然你今天双红整理 他们也会有整理 那前阵子不是有个大户 股市的大户买在这里吗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介绍在这边 应该八十几块 有没有 后来涨到140 这边人家有筹码的优势 当然你说 长线它当然还是不错 但是来到这边 有可能也要整 因为毕竟涨了三天 对 所以有时候你说 我们领先市场 我们给各位新的 比较大家还没看到的 对不对 你看威胜第二 对不对 我说威胜 我八十几块介绍 我现在160我不讲 我讲威胜第二 答发 对不对 你说像这些 对不对 当然你说 很多在底部的 比如说富顶创围 对不对 你都可以 跟我们参考一下 我们的转强点 今天也都震荡得很厉害 对啊 今天富顶也是 100多块 然后最后说97 上一些蛮长的 他最近都是这样 拉一天整理 拉一天整理 当然我看盘中 当然会有一些 大户进去 但是你说 这个碳化系 或者MOSB 对不对 也是未来主流 你说像那个 AI的伺服器 他用到更多的电 你不用碳化系 怎么办 对 对不对 甚至你说 IGBT等等 都是未来都长线 会爆发的 甚至6104的创围 6104 对今天也是创高 也在整理 但是你看五日线 也是守得很好 再把长线 所以应该是说 这些最近 吉拉的 I-C设计股 今天大震荡 可是五日线 有守得住的 就还算安全吗 第一个不要长多 第二个你就是真的 你有实际的竞争能力 比如说我说 我昨天画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看 这个叫做 USB的充电线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它规格不一样 线很便宜 甚至这个 这个Sake也很便宜 这个连接器很便宜 但是里面有晶片 里面是有晶片的 那晶片就不一样 所以你说 真的做的东西不一样 你看创委以前 为什么三百多块 是说是 它现在做Type-C里面的晶片 大家都想象空间 对 现在慢慢的 Type-C欧盟也要开始 那它底部会不会有机会 甚至我最近讲的 仙境光 对不对 我们之前跟各位同学 分享过 那光学族群来追踪一下 先看3406的玉晶光 昨天才讲 它被这个大力光专利战开打 但股价昨天是拉了红K 拉下影线 今天居然直接给它占上400块 好 当然玉晶光我昨天也说 我说利空不跌 对 今年的获利真的不错 但是股票就这样 旧不如新 对不对 你看先进光都创历史新高 结果 对不对 结果玉晶光 真的获利是创了历年新高 但是以前历史新高 是800多块 对啊 所以我常常讲买未来 你看那时候先进光 我在我的节目讲的时候 那100块 100多块左右 现在都186块 所以市场会认为说 它就是有机会比价玉晶光 因为大力光就是扶植 扶植着先进光 对 所以当然你说 玉晶光这边当然也有机会 本益比也低 甚至大力光也是 但是我们就是找最凶的 最有未来爆发力 那先进光起来了 有没有3362 3362 对不对 均匀已经涨到186 而且今天打到平板之下 还能拉起来 是啊 那老师我就想问 那这个光学族群的话 看到先进光冲出去了 玉晶光也占上400块钱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个股可以留意 那我这两天又说 有先进光的大哥 有没有 先进光的爸爸 我也在 我也在Liote跟我们同学讲了 大哥不是大力光 不是啦 那就是 我一产业看 我说他们的最上游啦 6789的采域 6789 今天工厂兵了 你看这几天有没有 但是今天量是有点大 投信昨天大买 昨天大买 今天量是有点大 但是如果你以产业来看 它是做 CIS 对 CIS 因为你说镜头上面 就是要CIS晶片 那CIS晶片上面又要什么 彩色绿光膜 那个东西就是 它是辨识彩色 那个辨识颜色的 对 6789彩域 就是全球就只有三家能做 台积电 对不对 福祉的财 对 台积电那时候本来要卖它 但是卖不出去 那我就来追踪一下 台积电的小经济 3374精彩 精彩就是稳稳的 我说精彩很稳 你看 今天居然 对啊 不过精彩你不要追高杀地 这个 现在业绩很好 COWERS有些 对 COWERS 对 有些机台就是移到 移到精彩的厂房去 它收租金 人家是说台积电是不会坐账 但是看起来一档一档的 好像 对啊 会有那个集团 起工的气势 因为台积电的子公司都是很强 他们技术能力都很强 你看世心创意 对不对 精彩我也讲 有时候你就不要乱做 它就是稳稳的会上 因为它比较慢 它比较慢 因为它封测 但是你说像6789的彩域 不一样 好 它是做比较高阶的部分 而且最近 为什么台积电雄本场 第三场要来 对 一直要盖 Sony Sony是全球最强的 CIS晶片的公司 它要跟台积电合作 听说是有下单给彩域 所以明年的业绩会更好 一届 所以这时候你看到一个长线的底部 那当然要好好把握 好 感谢韦群老师 今天已经无私大放送 告诉大家 这个光学镜头跟未来先进封装的 这个隐藏黑马骨彩域 已经喷出去了 那怎么样来做进一步的操作呢 当然也不要追高 但怎么样 小心趁拉回买进 大家可以跟尾群老师来询问 那您可以参考我们 这荧幕上面的联系方式 尾群老师会把资料放在里面 那你的持股问题 也可以跟尾群老师来讨论 老师有空会跟同学们做答复咯 我们可以怎么样避风呢 集团股好像比较安全一点点 尤其现在年底到明年 作帐行情启动 怎么找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第四季业绩 黑马股可以来锁定呢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们前一礼拜就讲到说 现在是台北股市最敢做梦的行情 那不只做梦集团股要用力的作帐 2023最后的五周三重作帐行情 启动了包含了月报季报年报 拼年底的三重作帐 所以母鸡会带小鸡 尤其投信呢 今年买了2236亿元 也要趁年底来拼鸡校 有什么族群很有长相呢 半导体PC周边跟金融等等 那这一波呢 消费电子IC 一档跟着一档冲出去 到底谁还没找 我们找一找还真的有 而且他还有集团股的作帐题材 那就是华兴力华集团 新唐4919 MCU族群说 孤帝已过明年试况看相对乐观 而且库存在改善当中 11月份法人买了将近6000张 前三季 赚了有1.43元 那还不错 应该等于说 他有把亏损转为赚钱的一个情况 他是华兴力华集团家族的MCU厂 那现在我们看到 赚钱敢买 不过最近因为做梦 赔钱的也超级赶长的 但说真的赔钱的工厂停满 赚钱很爽 可是你要小心要盯紧 不然它下来的速度 你可能吃个饭回来就赔钱了 这什么东西呢 就是好多的这个IC设计股 因为亏钱也涨设计股 昨天上演无稽之谈 有人就说 连放牛班都有春天 现在是越烂的越长吗 让好学生很委屈 包含了3228的经历科 前三季付的1.05元 这一个月涨了100% 今天开始被处置了 安国部分也是这一波非常夭的 今天工厂停之后 刷的打下来 卖单调节就有红翻黑 申权呢 3122前三季是付的1.17 这波段也涨了132% 所以呢老师怎么看 从今天这些大涨股 突然做急速的压回 年底要赚钱 不是说很难 可是要怎么样选比较安心 好的 我想同学们应该都不会选这些标的 因为如果你是看同学会的 你会相信我给你的表格 亏钱的我不写 基期太高的我不写 但是呢 市场上很热的就是这些股票 因为它一直在涨领板 或一直在创新高 所以在做梦 基本上我会建议同学们 这种股票不要碰 不是我们该赚的钱 因为这种股票 基本上就是有主力色彩 一旦拉完了就没了 那我们看一下几档来 8054安国 我们看江坡图 对 尤其是8054的安国 我们先看安国 你看它今天是创高 那请问是不是爆量 对 如果有这种股票 见好就收 你说老师我很倒霉 我今天才下去买的 还是出 好吧 你还是出吧 我们看一下江坡 已经涨那么多了 你看一下江坡图 今天又爆大量 这种股票就是不要碰 我们看那个即时走势波动 看江坡走势图 安国 安国 你看 从涨庭打开 对啊 然后这边的量 量这么大 代表什么 因为同学们就有 就是因为改不了习惯材 我想去抢个短线 我想做个当冲 我想做个隔日冲 那你碰到这种情况 就告诉你 你不要玩了 真的不要玩了 包括你看3122的生权 3122 每个都是 这个也好可怕 还有更可怕的 6684的安格 6684的安格 从涨庭杀到快要跌停 对 你受得了吗 前三季赔4.94 开玩笑 包括6237的话讯 6237 6237的话讯 6237 对 你看 也是赔钱的公司 所以 然后我们看K线 你再看K线 是不是高档报大量 也对 要不要出 要 不管你赚钱赔钱都要出 这种股票我们就建一个不要去碰 当然你是同学会的忠实观众 一定不会碰 因为我的表格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股票 赔钱的公司 机器很高的 我连碰都不会碰 我宁可你们要去做什么 买那稳稳涨的 你不要每天盯盘 不要每天盯盘 就像之前的敦泰新日新 你不要每天盯盘 你看它半个月 一个月涨了五成 你每天盯盘 你赚不到大钱 你只会被市场诱惑 因为会有很多分析师 有去介绍今天涨停摆 今天创新高的 然后告诉你是做梦的行情 不看本益比 所以基本上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那你安部就班 你看我一直告诉过低基期 有低基期才来考虑 再来有低本益比 再来要有法人买 要有法人买 都是法人 你说老师 今天怎么多了这四檔 很简单 因为昨天高丽 广运跟万债比 我是给各位做比较 是留万债 我会做万债 其他的我不会做 为什么 因为万债是广运的获利两倍 股价还差很多 我当然买万债 因为你要找的是年底作帐 比价的落后效应 再来 菠萝威 有没有 西光子 前顶 华星光 菠萝威 我说华星光的获利跟菠萝威 菠萝威是以他两倍 可是一个在170 一个在90几 当然是要布局菠萝威 你后面比价效应 前顶到104 你看一下4908的前顶 好 4908 今天就来了 大黑 你看江坡图 好 看江坡 你就知道看 从104可以杀到多少 真的有同学听我的话 赶快把他前顶去换菠萝威 你说老师 菠萝威也没大涨 没错 可是从104刷到93.4 你看那感觉多大 10块没了 为什么 因为前顶才赚1块多 股价来到104 我赚5块多 我股价才92 那不是太委屈了吗 这个就是我要给各位个选股逻辑 所以我把那个比价的 那些股票拿掉 就多了四档 多了四档就是这四档 又是第一个符合我讲的 基础是低的 对 基础是低的 然后你看法人买 买 尤其是昨天大盘跌 今天大盘也是没涨 就在休息 休息是好事 但是这些股票开始冒出头了 就是什么 法人你看有的买13000多张 美率买这么多 对 有的买5900多张 重点是它基础够低 基础够低 这些就是你比较适合买起来很安心的 当然表格的变化 还有操作建议停损价 都会每天变动 那同学们 扫QR Code加入Lite Lite也很好记 如果我的Lite就是ED12888 一定要你发发发 ED12888 也可以这样直接搜寻 好 那邓老师这表格的更动 是把一些对照组先拉掉 那新增的一些消费IC相关的个股 主要是法人有买 而且营收获利有改善 甚至比去年还要成长的 那同学没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但是跟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空的话 在Lite里面跟同学们做互动 那我们一檔一檔赶安来看一下 因为有多了四檔股票 好 那我想台积电就不用讲了 昨天我们说十日剩574 今天是不是再来碰击574 你又买的 恭喜你又收578 你看嘛 不管版本多烂 他回在那边就干嘛 我不会跌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里 明天就要收州线了 你现在看的是州线 明天才收州线 可是州的MACD是不是在零轴 正式交叉往上 DIF黑番红 那告诉你 我下礼拜是涨的 那你这礼拜有任何拉回 你当然要买 因为我下礼拜会涨 他就告诉我下礼拜会涨 我的指标才刚在这里而已 又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下礼拜还会涨 而且目标是要突破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讲 大盘要去突破17463 台积电也一定会再去突破594 最近的拉回就是给你布局的 好 再来看创意 创意我说关键在这里 1785 对 昨天曾经突破到1790 但是还没收州线 但是收盘收1785 但是今天稍微拉回 又碰一次十字线 你看一下日线 好 看一下创意的这一条是十字线吗 蓝色 对 没错 十字线 甚至于还故意跌破 如果越接近十字线 包括如果就算来越线 其实都要站在买房 短线震荡我不怕 为什么 因为这个缺口在这里 1635 明天收州线 如果是在缺口的二分之一处 我觉得还是可以站在买房 为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 跟台积电一样 我一样MACD才刚touch而已 还没收州线 所以基本上 它下个礼拜还是正向的 只要台积电动它就是跟着动 好 这样讲到万载 各位说我说 昨天不管是高利广运 我都是拿来给各位做比较 你要买是买万载 你说它今天也没有大涨 可是它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未来要涨 为什么 你看这个股价 从州线一看就知道 股价有创过新低 可是KD是不是背离交叉往上 然后在MACD再零走是不是 快的话这礼拜 慢的话下礼拜就正式交叉往上 然后这个州的量 今天是礼拜四 它已经比上个月 上个礼拜的量还大 量价是慢慢上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底型 刚要涨 所以基本上是OK的 没问题的 你看波洛威 今天又拉回 离五线更近了 你就这样买 因为昨天我们有跟同学们比较什么 华星光的短期均线 是不是都是往下压 你就发现今天华星光跌蛮多的 可是它只跌一点点 但是它是从底部上来 有没有 它本益比较低 前三季赚5.11 华星光才赚2块多一点 所以基本上你华星光一张卖掉 来布局波洛威是很划算的 好 这个细光子族群老师 试试看波洛威 安控也是一样 很稳 这些都指标高非常非常的稳 包括今天的精锐也是小涨 但是各位看到 精锐它是领先 其有一个礼拜 因为它已经交叉了 对 翻红了 可以翻红了 你回头看 这个还没有 它下个礼拜就会了 它KD交叉了 MACD没有 下礼拜就有了 所以它就说 其有先动 再来 精锐两个轮流 但是精锐已经告诉你 我会先涨 基本上我会先涨 它已经出现了 下礼拜还是持续看涨的 好 我们来看今天新的 为什么讲它松汗 因为它一样 你看股价有创新低 KD是不是背离交叉往上 对 来 这里是不是黑帆红 这个礼拜 明天收周线 黑帆红刚开始 来 连二买 什么意思 难怪这个礼拜这么前 连二买 这是月 月K 连买两个月 连买两个月 也就是说法人是在 上个月跟这个月 那这个月是买更多 因为这里是股价创新低 然后背离交叉往上 懂吗 所以在IC设计里面 真正的有股价 低档反准的讯号 而且又是获利的 对 不像通家还没赚钱 就炒成这个样子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法人在后面 才偷偷买两个月的 好 应该快要动了 新唐 这个也委屈 你看这个月它就有资格交叉了 这个月KD就会交叉 如果月KD交叉是告诉你 未来三个月都是往上 至少三个月是看多 如果至少三个月代表什么 一直到明年的总统大选 都是看好的 然后你看这里 法人连三买 三个月 连买三个月 这个月到目前是买最多了 5968 比上个月跟上个月还多 基本上它就这种股价委屈了 获利也是不错的 在MCU族群里面 它的本益比是低的 好 再看一下软体服务的支通 前三一转2.8 基本面很好 来 这个底型很漂亮 这里钢交叉 这里连三买 这个是周K 所以很快就要展开1比1的距离了 取代一下 再来 美绿更漂亮 你看 连二买 这个月买最多 是有史以来买最多的一个月 而且这个月还没结束 它已经都比之前买的还多 因为它已经突破这个形态 未来走这个1比1 1比1怎么算 就这段距离往上側 大概会接近到这个地步 所以它为什么买这么凶